高雄古山有公廟不推发财金 而是直接给创业基金 而且金额居然是无上限的哦 实际了解公廟主委 在金融企业界拥有雄厚的背景 他希望可以协助南部的青少年创业 只要案子是可行的 就可以成功的申请 另外建庙宇在台南仁德这座公廟 则是要争庙住 但是月修只有两天 而且开出的月薪只有两万五千块钱 同样引发讨论 双手合十 年轻人都没有与前程拜拜 这间公廟很特别 不求发财金 而是直接给创业基金 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计划 就协助这两个兄妹 成立一个小小的公司 资本的只有各出一万 南大生就读商业设计科系 妹妹则是专攻文创商品 庙方看准两兄妹创意 提供两万元创业基金 而另一名沈小姐 则是透过培训成功创立财装品牌 陈董在这边也运用她的财经背景 以及商业的一个理念 然后教到我怎么创业 这间公庙就位在高雄古山区 只要案子可行 就会提供资金获释辅导计划 金额还是无上限 我们上限是无限 只要你递建我们会去归类 跟你探讨你这个可行度 主委在金融企业界有丞厚背景 北漂创业成功 也希望协助南部青少年创业 未来要是赚钱 只需要回馈庙宇 6月1号开放申请 只是同样是庙宇 台南仁德则是有公庙真庙柱 条件让民众觉得不太合理 公告写下月薪2万5 虽然收假可以自行安排 但月收只有两天 提供住宿 消息曝光 网友也说真的是做功德 老人家做身体健康的可以 缺钱的真的不适合 实际询问 庙柱行情大约落在2万多元 就在引发讨论同时 当时庙宇也出面回应 有没有违反规定还得再查 现在万物皆掌薪资怎么开 难免引发 大家关注这台高手做不到